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骑泽克有一本书 2012年的书叫 比无还少 less than nothing 它里面的导演部分 它讲到了三种愚蠢 通过这三种愚蠢的话 我们就能理解 拉康义上的大他者 或者叫做符号秩序 symbolic order 什么叫大他者 那么我们来先讲一讲 三种愚蠢是哪三种 第一种愚蠢叫做不懂规矩 骑泽克叫做idiot 不懂规矩 不懂规矩 其实有的不懂规矩的人 实际上他是高智商 非常高智商 比如说那个图灵 你们看过那部电影 图灵传那部电影 就是里面 他是非常高智商 但是他不懂规矩 包括那个大侦探福尔摩斯 他就是有点不懂人之常情 那种感觉 不懂规矩 那个在杰克有一部动画片 叫好兵帅客 善良的士兵苏比克 speak 他那个就是太善良了 太善良了 然后他不懂规矩 比如说他们 在战壕里面冲那个 敌方士兵开枪的时候 这个苏比克就爬出来 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呼喊说 别开枪啊 对面战壕里面有人啊 怎么能开枪啊 他太善良了 不懂规矩吗 他不知道战争你死我活的 然后同样的 他不懂规矩的 比如说那个 黄帝的新衣 黄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小男孩 他就是不懂规矩的 不懂规矩 就是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哎呀你怎么可以去 这个 黄帝大人虽然蠢 但是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他蠢呢 其实还有一个笑话 那个齐泽克一直讲的 那个 那个 斯大林同志在那个 讲台上 发表又臭又长的那个演讲 然后 然后大家都鼓掌 突然有个人站起来说 斯大林同志 你你的演讲太糟糕了 说的都错的 然后 这个时候又有第二个人站起来说 你怎么可以 污蔑斯大林同志呢 斯大林同志 是那种 那种 那种残暴的人吗 或者说斯大林同志 你有什么意见 当然可以好好给斯大林同志提啊 怎么可以在大会上面 服了斯大林同志的面子呢 然后 其实你们猜猜这两个人 哪个会先死 肯定是第二个人会先死 因为他把斯大林的残暴 直接给说出来的 第一个人只不过直言顶装了斯大林 而第二个人是直接把斯大林的残暴 都给揭露出来了 所以第二个人他就是这种不懂规矩的人 他读不懂潜台词 读不懂潜台词 当然第一个第一个人也是不懂规矩 他只不过是不懂第一层的规矩 那第二个人他是不懂第二层的规矩 就不懂规矩是第一种蠢 idiot 然后 第二种蠢呢 他就叫不讲规矩 哦 我弄错了 第二种蠢 第二种蠢不是不讲规矩 第二种蠢就是没守成规 太太讲规矩了 他只懂规矩 了解吗 就是太庸长了 这种人太庸俗 太庸长了 就比如说那个 法尔摩斯的伙伴华生 还有那个大侦探 波罗的他的那个伙伴 叫哈斯金 哈斯金 哈斯金 然后那个像 大侦探波罗他就对他那个哈斯金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这种很拥拥长的平凡的人在我身边帮我判案呢 因为那些罪犯他掩盖罪证最想瞒过的就是你们的眼睛 然后我只要让你在我身边让你让你去对这些犯罪现场做出一个拥长的人的反应我就能知道那些罪犯他其实到底会在哪些地方露马脚啊 第二种蠢叫慕容就是太过于没守成规太能读懂空气的就循规导具老实八交那种老好人啊这是第二种蠢 那么第三种蠢呢 这个时候 齐泽克在书里面就说难道这两种蠢就已经涵盖所有的愚蠢吗 就是愚蠢就是就是要么就是不懂规矩要么就是没守成规吗 对吧 难道愚蠢本身就是一件稀松平常就是一件没有什么超出我们想象力的事情吗 愚蠢就是蠢吗 就是要么就是完全不懂规矩要么就是完全被规矩给支配了 那么第三种其实就是不讲规矩啊 他认为齐泽克认为其实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其实就是知道规矩本身是错漏百出的 甚至把玩弄规矩的漏洞当成一种快乐 他也不是为了呃坚持他不懂规矩不懂潜台词啊 只认自己的脑子里面的死理 他既不是这样 他也不是说完全就被规矩控制了 脑子里面只有规矩 他是一个知道规矩本身是有问题的 把这个傻着偷着乐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这个imbethial imbethial的话在维基百科里面 他是说就是智力迟缓就迟缓 就是不认真有那种感觉智力迟缓 他们说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智力上的一种迟缓 甚至会变成一种道德上的障碍 因为这种人他会犯罪了解吗 他是把规则本身当成玩爽好玩 有乐趣好玩好玩 就那种穷孩子那种啊 不讲规矩 那么奇特克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一个他一直举的一个笑话 就是说那个在伊斯大战里面 伊斯大战里面 这是一个一个维也纳里面的一个俏皮画呀 在伊斯大战里面 那个柏林和维也纳之间 他们是同盟国嘛 奥匈帝国和那个 德国 可能是普鲁士啊 我不知道是两个国家 他们相互之间是同盟国 那个是应该不是普鲁士 然后德国士兵就发电报 给那个 呃 奥利利的士兵盟军说 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 但是还没有到灾难性 还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在德语里面就是 迪拉克伊斯特恩斯特阿布尼斯特 这个 这个 就是情况很 很严重了 但是还没有到灾难性 然后在英语里面 就是这个 situation normal or什么的up 就是S N-A-F-U 然后那个 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 就回到说 回答说 在这里情况 已经非常灾难性了 但是还不是很严重 就是奥地利人就根本 就是就是玩弄语词 就是情况 就是过分乐观 就是好玩 你知道吗 情况已经很 catastrophic 但是他们还认为 it's not a serious 就是他还不会认真对待他 他还不愿意严肃地对待他 就指奥地利人那种 玩世不公的那种状态啊 那种状态 他德国人非常严肃嘛 非常负责任 说情况很严重了 但是还没有灾难性 所以我还撑得住 奥地利说情况已经灾难性了 我这里已经完全血甭了 但是没事 我不在乎 就是他把这种 呃 这种快感 他从这种语词的混乱当中 这种逻辑的混乱当中 当中他能够获得一种快感 能够获得一种乐趣 那么这种不讲规矩 在哲学上对应的就是 最对应的其实就是晚期的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晚期 他就是把语言当成是一种游戏 然后他晚年的时候 就是在非常歇斯底子的 用齐泽克话的话 就是好像强迫症一样的 在不停的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语言的一致性本身 我们所我们说的那些话的 那种确定性啊 他到底有没有一个中介 或者有没有有一个终极的保障 有没有一个一个中介 在那边做保证 保证他我们说的话 他是具有一致的意义的 但是维特根斯坦 最后得出的结论 应该还是就是语言游戏说了 语言本身是一种游戏 所有的规则都是临时创制的 它里面是断裂的 它是不具有一致性的 它是没有办法具有一个终极的保障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维特根斯坦 就是这个imbethial的一个 哲学上的对应物 那么在拉康看来 这种愚蠢 这种imbethial 这种愚蠢 这种特定的这种蠢啊 它实际上就是暴露出了符号系统 也就是说这个symbolic order 符号秩序本身 或者说语言规则本身 它内在具有一种不一致性 我们理解世界 我们去思考问题 都需要符号系统 需要符号秩序的帮忙 我们需要以语词和现实之间的什么对应关系 这乱七八糟的 拉康认为就是说 他就是说 用他的话说 要朝向一个新的能指 就是要获得思维上的解放 要突破能指链 要突破这个语言系统 对于你的束缚 的方式 并不是获得 并不是获得一个超越性的 超出这个语言系统之外 去获得某种更超越的东西 拉康认为 这种愚蠢 本身其实就代表了一种 朝向一个新的能指的可能性 因为他说 我 我可能有点开窍了 因为我可能有点开窍了 所以我只是相对的蠢 所谓的愚蠢永远只是相对的蠢 也就是说我和别 所有人一样蠢 就是 所有人大部分人 我不说大部分人 所有人都是愚蠢的 因为所有人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开窍 所以他只是相对的愚蠢 所以每个人都只是相对的愚蠢 不可能绝对的愚蠢 在这一上 愚蠢永远只是相对的 一个人只能相对的是愚蠢的 那么在拉康那边 这个命题其实可以进一步道转 就是愚蠢本身 或者我们说这个符号系统本身 它的那种 一致性是不存在的 符号系统本身 就是愚蠢本身 它是你不可能彻底的存 就是这个符号秩序 不可能彻底的是无意 nonsense荒谬的 了解吗 就是说你要朝上一个新的能指的方式 就是把握到符号系统 或者说stupidity stupidity就是这个蠢本身 它是有内在的不一致性的 你要获得智慧的方式 不是去追寻一个超越这个既有的符号系统 超越这个既有的 这个所有人都拥有的这个思维固区 思维思维误区 所谓的思维误区 我要超出这个思维误区 获得一种新的思维 并不是的 获得知识 启发自己的思想的方式 并不是说获得新思想 并不是说超越出去 哎呀 我不停的在这里刀逼刀 因为这个逻辑在拉康那边叫做 非权的一个逻辑 none all 你只要彻底的变纯 你只要变成totally totally stupid 你才能变得不纯 你才能变得不纯 因为你totally stupid了之后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stupidity 内在的不一致性 你才能感受到佛号系统 内在它有断裂 它有裂痕 它自己是非权的 它自己内部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整权 也就是说 你作为这个ambassive 你才可以去玩这个佛号系统 你才可以去 去当它不存在一样的去调戏它 知道它自己内在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矛盾 这个时候你可以变得很蠢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不是我蠢 是这套规矩 这套规则本身蠢 是这套现存的这套符号秩序 这套社会秩序 社会伦理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本身蠢 这样你就让这个愚蠢的矛盾 自己显露出来 这样你才能获得哲学意向的智慧 所以哲学智慧并不是超越性的 为什么我要刀毙刀刀毙刀的说 因为 因为这个逻辑不是你 一时半回能够去让自己幸福的 很多人看了我这个讲座 还是不相信 还是认为有超越性的哲学 哲学智慧 还是认为学哲学 就是要做人上人 掌握秘籍 我靠掌握金手指 金手指做人上人 不是这样的 哲学实际上是让你变得和所有人一样蠢 只有你变得和所有人一样蠢 你才能不蠢 你才能感受到符号秩序 内在的不一致性 你才能够看到大家 所有人陷入的那种误区 你才能看到 你只有和大家一样蠢 你才能变得不蠢 哎呦 我不道必道了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就三种愚蠢 它就告诉你符号系统本身是非一致性的 它本身是有断裂的 那么 前面两种愚蠢 其实 不懂规矩 自己去玩 就是逻辑实证主义那种人 逻辑 就是逻辑数学 数学特聪明那种人 不懂规矩 第二种蠢 就是那种庸俗的知识分子 文科知识分子 第三种蠢是哲学家 找到这个意思